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步兵图纸 应该有很多玩家都是玩步兵的 他这边就有三个是步兵的图纸了 至于绿色蓝色跟白色的图纸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那么还好就是现在联盟商店呢 是可以拿那些不要的图纸去兑换成积分 然后你再用积分去联盟商店那边买东西嘛 所以只能说官方改了联盟商店呢 真的是我们的福音啊 如果那个不改的话我真的不懂 青色蓝色白色的图纸到底要怎样处理了 但是我身为万国觉醒最抠门的主播 怎么可以这样子放过官方呢 所以我做的列表 没错又是列表啦 做成列表也比较方便大家去看啦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里面到底有拿到什么东西 我看了这边所有的内容之后呢 我觉得现在水晶钥匙比起你拿图纸 我觉得它比较多是在拿材料 但是我们凡事都不能只看表面 所以我才做了列表给你们看 那么坦白说呢 你们看到这边的总价呢 肯定会吓一跳 哇原来值得这么多的宝石啊 那么坦白说呢 这边的价格就是它的原价呢 全部都是大家来的 就是说不是我们在VIP商店买到的价格 如果你去VIP商店买的话 会更便宜 又或者是你看到驿站有时候有游会的话 去驿站买也是会比较便宜一点的 所以我这个原价呢 可以说是放大价给大家看的 所以你们看到总价这边 哇值得差不多50万的东西哦 很值得哦 这个是报大家来的 你们不用相信 只是纯粹做给大家看而已 那么坦白说 它给的加速数量呢 其实还蛮多的 毕竟我们现在水晶钥匙获得的管道呢 都是打副本活动获得的嘛 所以这边加速我觉得还可以 只不过加速的部分呢 如果它不区分建筑研究那些 会更好 全部都是通用的 还有拿到一些资源 至于材料的部分呢 我帮你们算了一下 那么由于现在有精炼系统啊 用青色跟蓝色装备的玩家呢 可能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用紫色或者是金色的嘛 所以我转换给大家看 如果你们把这些材料 全部变成紫色 或者全部变成金色 到底有多少个 转换成史诗材料的话 总共有23个 转换成穿梭材料的话 总共有5个 所以我才会在前面跟你们讲 凡事不能看表面 你们不能只是看前面 哇好像给很多数量 结果出来东西 嗯 这一材料的部分 我之前有做过影片 计算给大家看 如果你们做一个完整的套装的话 到底要花多少的钱 然后需要多少的数量 全部都计算在里面 那么坦白说 317把钥匙开出来东西 是这一般的话 嗯你们可以接受嘛 我个人是觉得 还好而已啊 没有讲特别能接受 不过我之前也是有强调过嘛 现在我们打的活动 赛罗里的危机 伊恩之歌 黄金之国 全部拿到的奖励呢 开出来全部都是水晶钥匙 哈哈哈 所以你看他317把开出来东西 是这样的东西 嘖 你们会觉得以前的比较好呢 还是现在水晶钥匙开出来东西 会比较好呢 不过毕竟这些活动都是白嫖活动啊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花任何的宝石 或任何的资源 就可以去玩这个活动 只是需要花时间而已啦 不过官方发了万圣节公告说 会改之后副本活动里面给的奖励啦 那么我是希望可以改的更好一点哦 再来就是这个水晶钥匙 我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个冰种选择啦 如果他给到我一些其他冰种的兔子呢 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 不过开箱的本人也就是投稿观众呢 他说开到的东西他还可以接受啦 嗯这个反正是他的钥匙 他觉得可以接受就接受吧 再来就是投套话里今天来了 你看终于来了 那么在你们开始问之前呢 我先把那个列表放出来 耶 nice 你们不要在我每一个影片下面在问 谁在问呢 把那个影片贴在他的脸上 看 看 看清楚 里面的列表 现在的时间到底是指示 那么根据之前的记录来看呢 284256这三个数字应该是跑不掉了 所以我才推测这三个时间呢 应该就是我们下一次投套报里出现的时间 所以别再问了 不过我觉得可以排除42天啊 因为上两次都是距离42天嘛 所以下一次有可能距离28天 或者是距离56天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蛮大的 所以你们在那段时间之前呢 最好准备宝石 因为那边接下来的时间都是连续下去的 所以有很大可能会来投套报里 提到准备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虽然今天是投套报里 两天下来要花5万宝石 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多几天呢 我们会有完生节活动需要花7千宝石 所以最好准备一点点宝石给他 那么今天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